天氣不穩定,最近有不少人做現感冒的鏡頭 若是想要知道自己只是單純的小感冒 若是在著比較嚴重的流行感冒 可以透過流感快篩來檢查 不過醫生也提醒,流感快篩不是百分之百增卡 大家也是愛生你 流感流行跟上冷氣團來 A型流感的疫情還沒結束 B型流感重來攀升 民眾是有發生的鏡頭 想要知道自己是一般的感冒 或是流行性的感冒 現在可以透過流感快篩來檢查 基本上我們快篩的執行方式來講的話 可以從鼻子,經由鼻子往鼻咽的部分 或者是從我們的嘴巴做我們口咽的一個抹片 來做一個檢測 流感快篩由醫師採集北方口腔和呼吸道的樣本 才又送你鎮壓他去檢查 暫停大約40分鐘 就可以拿到驚嚴報告 那檢測的速度來講的話 就看這個一般來講 我們是20分鐘到40分鐘的一個 等待報告的時間 醫生也提醒,流感快篩 淨卡路並非百分之百 因為有一定的風險 它的檢測敏感度並不是100% 也就是說當你檢測出來是A型或者是B型 陽性的時候代表是你得了A型或B型的新型流感 但是如果是陰性的部分來講的話 不見得代表說你就是完全不是有新型流感 還是要看你本身的一些症狀 是不是有像是新型流感的症狀 比較可以做正確的一個診斷 民眾哪有哪有疼、頭疼 而且有發生 整個城市沒有帶頂頂的症狀 就要趕緊看醫生 千萬不要自己使用新優 才是過期的有聘來治療 以免影響北京 記者,本件下的電話三重插風波島